孟晚舟案从12月初发展至今 一直是全球的焦点 但此案缘合而起 孟晚舟的罪名又是因何而来 当地时间12月18日 纽约时报一篇报道 分析了孟晚舟案背后的一些细节 当地时间12月11日下午 孟晚舟获得保释 导致她被捕的案由已于几年前启动 纽约时报表示 针对孟晚舟刑事指控的详细信息 已被提交封存 目前仍然模糊不清 但加拿大的法庭文件 和对熟悉华为调查人员的采访表明 导致她被捕的案由已于几年前启动 知情人士表示 该案件脱胎于奥巴马政府 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 进行的国家安全调查 只是在最近调查的焦点转移到了华为 特别是孟晚舟身上 根据一名前联邦执法官员的说法 反间谍特工和联邦检察官 在2010年开始判查可能针对华为领导层的案件 这项工作由美国华为工厂所在地的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领导 包括马萨诸塞州 亚拉巴马州 加利福尼亚州 纽约州和德克萨斯州 美国一直无端指控中国方面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 此前就有媒体披露 在华为遭到西方多国封杀之前 早在今年7月 五眼联盟成员国情报部门领导人 就在一场秘密的龙虾网宴上 共同讨论过如何将华为排除出武器采购名单 不过成员之一新西兰否认了此事 不过 想要对华为高管进行指控 使用间谍或其他安全犯罪并不容易 于是另外一个切入点出现了 以涉嫌银行欺诈为由 好过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案 美国此前指控孟晚舟涉欺诈规避对伊朗制裁 通过华为设在香港的工资与伊朗进行交易 同时隐瞒华为的关系 另外 美国在临时逮捕孟晚舟的请求书上还表示 孟晚舟与其他的华为代表 向多个跨国金融机构 包括一家在美国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 做了虚假陈述 反复撒谎 上述所提到的金融机构被认为包括汇丰银行 纽约时报称 虽然美国公司在法律上禁止与受美国制裁的国家 个人和机构开展业务 却并不能禁止华为这样做 但是如果像汇丰银行这样的国际银行 通过美国转移往来伊朗的资金 就可能违反了美国法律 同时以间谍或其他安全犯罪 对华为或其高管进行刑事指控并不容易 前联邦检察官称 因此检方往往希望 对更多涉及银行欺诈等犯罪的传统案件进行起诉 这可以被看作是爱尔卡彭氏战略 检方通过指控逃税来追捕臭名招者的黑帮成员 前联邦检察官表示 以涉嫌银行激诈 唯由追捕孟晚舟被证明是一种更好的进攻路线 好过试图以国家安全唯有立案 于是 今年夏天美国检方决定对孟晚舟提起刑事诉讼 8月22日 检方在一份密封文件中提起诉讼 布鲁克林的一名联邦法官 签署了逮捕孟晚舟的授权令 美国和加拿大有引渡条约 美方也了解到孟晚舟经常去加拿大 认为他去该国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也就有了12月1日的抓捕事件 报道还提到 加拿大检察官对孟晚舟指控的大部分 都来自布鲁克林检察官12月3日 写给加拿大检察官的一封三页长的信 加拿大当局提交给法庭的文件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提供的事实 孟晚舟于当地时间12月11日获得保释 将在2019年2月6日再度出庭 按照相关程序 美方会在孟晚舟被拘捕后 60天内提出正式引渡申请 加拿大方面在接到引渡文件后30天 会举行引渡听证会 孟晚舟方面肯定会为此辩护 拒绝被引渡 这就意味着一场法庭拉锯战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